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样看 十万元而已 他有的 老实说 其他东西我不跟你们争论 你想怎样开脱他现在搜到的东西 甚至乎警察放在他那里都行 老实说 一个小孩一个组织这么新的 他转发了一年 我都未计算他平时开支 就是他租的地方 因为每个月的开支要多少 熟悉或者走迈少少 他们的人都知道 钱我不跟你争论 钱从何来入 不要整容这句 但现在真真正正 铺在桌面 有五十多万现金 现在他的组织就立刻说他们是捐款 你不是吧 就算是捐款 你有什么理由带在他身边 你们有没有知识 要来做律师费 你知不知律师留不收现金 是啊 我们试过给一些成员去有事 那么 律师都不肯收现金 什么 很简单的逻辑 如果太大把握的现金一定不收 你不用说那么多了 大额小额 很简单的逻辑 我当你这五十三万 是你筹回来的 第一 你对外公布说筹了十万 梁天琦 第一个是有矛盾 第二 我当你五十三万真的是筹的 那你为什么要把现金放在你身边 而这段时间你是躲起来的 那你为什么要把你身边放在你身边呢 第二 律师就是不会收现金的 要收过数或者开票的 你要搞律师费 那你带在身边干什么呢 其他有什么电磁炮 我不敢跟你说 喂 究竟你这五十几万 还有你隐蔽的钱 是政治现金还是什么 你说清楚吧 现在我们理解呢 他们本文钱的筹钱呢 还要是用梁天琦的私人户口而已 那为什么会… 不不不不不不 输不输了 输了 某一个网台节目呢 刚刚出炉他们都查过了 我们都上过去看过 就是梁天琦的户口而已 因为他现在的理解,原来本文前理论上是不存在的,在法律上,在警察那边没有写前注册 在公司注册署,只有Channel I,他和梁天琦,但是10月开,现在按我理解,他没有展示Channel I的公司户口出来 我再查一下都可以,但是如果这样说,那钱怎样呢?怎样转出来的呢?如果进了梁天琦的国人户口 如果进了Channel I,那无端端去银行拿了五十多万? 就算是,你们硬要拗那些,那他转出来做什么? 你现在躲起来,那家屋还不是你的屋子,你自己的家都说安全一点,那里不是 那你带这么大的钱去人家做什么呢?你告诉我听 这个不是慷慨负义的,而是某一些我们不清楚的情况 可能是有人打他灰,或者什么原因都好 总之就是他被人破门入屋被捕 那你不要塑造他做一个愿意,这个什么,公民抗命啊,或者是一个革命意识 慷慨负义,这些全部不是 就是他身上怀有五十三万的,你说不拒也好 一个住公屋,一般人不会有的 住居屋啊,那就是相信他那笔钱未必来自父母啦 不是一个富家子弟随时啊,我是 我是不知道我老爸是 还有些东西是不好不快的 什么地霸那样 有些陷家产在一个网上立刻出个帖 叫他帮他筹款打律师 什么什么,筹期打律师 你老母,人家不用等你筹期吗 乘机备税 都是现在见到,只接受支票捐款抬头 写梁天琦,就是说根本没有的 没有的,没有公司户口啊 就是说他们收钱就用这些方法收的啦 现在只有一间公司,2015年10月去开 开公司户口很麻烦的 你们总之他都说了 其他我不跟你争吵 又是教主年代 你很多街外人,说他什么收什么钱 OK,没有证据,不要乱说 一直伸延到现在 怀疑本文字钱从何来 又不要乱说,OK 但是现在他这个拘捕 暴露了这么多东西出来 你们是不是懵吵的 我们都说过啦 喂,你这里53万 现在呢,53万是被冻结了 不可以动用 当正物的 当正物的 即时呢,就拿多10万 就给他成功保释了 63万啦 是不是呀,这里63万啦 跟着155万份选举的邮递 又55万啦 那这里,这样算啦 63,加上82万 跟着呢,去每个月 他就租那个单位 起码我们问个价格上过去 又一次关于拳赛上过去 起码100元一个月 50万多啦,不要管啦 那那个每个月基本营运又是2-3万 嗯 跟着呢,他 黄台阳个人又开车 跟着呢,各样的旗啊,选号 他都说,开始很套大 喂,这样数下数下 真是 本土民主前线 他们至少过去一年 有200万人 我知,那就是应该不止的 但他们有没有东西做的 哦,200万怎么来的呢 这个我们很客观而已嘛 我们不是说要 你说我经常说我抹黑啊,私怨 喂,你们强行要弄死泛民都是私怨来的 好心你们啦 黑警还黑警 今时今日 他们还未可以做到 强行放些东西在那里屈你 我告诉你 喂,要5-3万去屈你嘛 如果是这样,不需要的了 你对付什么黄毓民黄阳 你甚至乎梁天琦啊 我把东西放在你身上 变回七十年代就可以了 六七十年代 不,因为整个警署有这么多人 有不可以 不是变回六七十年代 人人买了都老黑的 其中一个 就是做督灰 督他ICAC呢 全部是混蛋的 而且他现在 ICAC是最喜欢查这些案 我告诉你,他现在会做什么程序呢 他现在搜到所谓 就是你们觉得废物那些东西 他们会掃子毛 如果掃到有黄台阳子毛 他就没有一粒 除非他摸都没摸过这位哥 这包东西 这大门 所有东西 就是他现在 新闻铺出来的证物 喂,我想叫你们 你回头吧 醒吧 不要再撑下去了 其实这件事已经暴露出来的了 这班人 BC亦都以前讲过 是鹿营出来的 鹿营根本就没有人知道是什么人 跟着浅身这个组织 到现在 一直都是很多疑话 是解不开的 其实现在 他这个区域 已经把答案都给你们听了 明不明啊 以前说我们乱说 幻想 吵你了 不要抹黑 是啊,说是吧 那你找人解了 这些话给我先 你说得贴贴服服 我们就收声了 不是啊 你看到整件事 黄毓鸣在事宗里面 是多次讲大话 第一 他说无关云子 又说不会改议事规则 但现在很多人都证明的嘛 喂 曾旭成可以辞主席 不是辞议员职位 辞去不做立法会主席 接着推了第二个公囊组别的人去做主席 这样就能改的了 要改就改的了 改了是 阿何先生 你不要真的偏远了 不要远那么远 就是说 你黄毓鸣这个也是说了大话 不会改议事规则 别人说可以改 喂 你说梁天琦有可能赢的 昨晚 哎 他们高急了 那梁天琦有可能赢 喂 这些是歪理来的嘛 是不是啊 喂 很明显的 真的你们自己在社会生活 是不是你真的接了这么多人 想搞革命的嘛 你们现在说这个是 时代革命的嘛 不是 我想针对 光伏香港 我觉得要针对 现在 你看到的证据了 你不要管他们以后说什么 或者昨晚说过什么 就是很简单 你现在铺出来的证据 让我看到你这里 喂 你说真的 你似乎 你收到够钱在那里吃喝玩乐的 啊 韦哥 大麻要来做什么的啊 啊 要来抗争 要来搞革命啊 喂 你不要告诉我 你现在 你二十多岁仔 需要吃这些东西 除非 你欺负了东西 中欲过渡 你就需要这些东西 另外 另外还有可能 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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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你为什么有这么多东西 在那里 就是你去贴什么群体 去买卖 买卖 买卖 就是走私 像样样的那些 不你 简单来说 你 你见到里面 有很多很多问题和疑点啊 接着黄毓文说很多大话 我不详细再说 大话啦 但是 你基本上 我都说 整个东西 就充满了诈骗性啊 是很清楚的嘛 就是你说 我好想搞革命 但是又身怀巨款 你有这么多钱 你为什么要搞革命呢 还有你有承担过吗 你没有的 你躲起来而已嘛 你没有承担过嘛 喂 为什么梁天琦 被捕你 你要躲起来 但是我都可以帮你解释 因为他在选举 他不可以躲起来 喂 这样就反过了 你是整个体系都没有承担的嘛 黄台印被人抓了那一刻 是不是真的 好像BC讲过 就立刻被你们里面的教众 教徒全部围绕 就是 为什么黄毓民是全全红的暴动无关 你就去声门咯 黄荣达驚嘛 对吧 我不数他 黄毓民是你有义务 那个你是全力支持的人来的嘛 你全力支持梁天琦 两个人被捕 你应该去警署 接着黄台印和梁天琦 是同一个组织 你支持 你天天穿蓝衣 你就应该去警署支持他 你不做 好像同时间在销柱 不是 你知道 困了两天嘛 两天这么多嘛 黄毓民你没去过 不是 正式来讲呢 如果你所口讲的时代革命呢 梁天琦我是你呢 我就已经不顾一切 选不选好鞋 我现在是声援这个党友 梁天琦的问题 转举已经放在后面了 根本上 现在我要和你警署了 我搞革命的嘛 你们都说全部都是搞革命的嘛 那个转举已经是放在后面了 根本上 转举就是张显 你们有多少人支持革命的嘛 你们的说法 是啊 那你们要张显 你们这么多人支持革命 就全部站在天水围警存门头 应该 是啊 没做的嘛 为什么 你们在网上压制的人都没做的嘛 其实为什么呢 你知道吗 你有没有帮他们找过答案呢 影响选情 影响选情不但只 你们都觉得这件事摸不过嘛 不可以立刻下去嘛 哦 跟上次羊羊一样嘛 就是他们都知道失败了 羊羊洗黑钱 我们问为什么你们本民钱 真的是羊羊的精神领袖 是你们的精神领袖 你们为什么不去支持羊羊 是啊 就是你现在明白了 因为你们全部都觉得是有问题的嘛 最糟糕就是他拉不是问题 躲都不是问题 现在找到他 最糟糕就是那些静物嘛 画龙点睛就是那些静物嘛 把所有东西都让出来 就是一直以往那些什么 性派对啊 吸毒派对都不方价了 又说我们抹黑了 是的 但是这不是我们讲的 是网上的风传 传了很久了 我都知道那些高登仔 说完这些东西之后 又扑回去支持 梁天琪要搞革命 但是现实你们以前 就是那些高登仔 你以前就是攻击本民钱 你们在里面收到内线料 就是在说这些东西 我想再加一句 你等等 我们今天的器材呢 就有些问题 可以录得多久 可以这么多 是啊 是啊 如果你看到 那些片子没有了 是啊 因为我们真的没有了 不是说笑 我再说多一点 说回一个心理 effect 这个可能差不多 刚才那些 你懂得心理的吗 我觉得现在他们支持 本民钱的人 支持六号子梁天琪的人 就是有一种仇富心态 哎 哎 死人公民党 你们全部都是有钱的 蓝血的 你们选不到 我就过瘾咯 这样 加上呢 他们已经被教主夹在一起了 如果你一不支持 你就不是同路人了 去到现在 现在第一个效应就是仇富 第二个效应呢 就是回教会 那种的感觉了 喂 大家翻开同一间教会 我讲不同的东西 全部就是在教会里面被人孤立 就是现在是这个反应来的 喂 我 我是我们个个旁边的人 我Facebook有一千个fan 有六百个七百个八百个 全部都是六号子头像 哇 我讲一句质疑一点的东西 我就被你们整群朋友骂死了 你不敢骂旁边的人是混蛋了 我会说 你们全部被人夹上桥 那个态度 但是我告诉你 但是他们是愿意在桥的 有些就 有些就不出声质疑了 挂了六号头像 但是 咦 开始有很多事情不对路了 嗯 我不相信没有人觉得不对路 我嘛 跟着问你 喂 你们害不害怕 喂 这个 遲些六八九 借势连任 或者借势宣布 这个禁骨状态 那样 那 你们没有人直接回答我的 我去了一些 不说未来 不说未来 但是话不说 你们是其实 很多事是没有办法面对理性的嘛 你们搞革命 难道真的靠淘宝 买电磁炮去跟警察打过吗 是无以为计 是一个 面对着事实 你们应我就是说 哎 这个世界当然是成功再尝试的嘛 成功再尝试 誰去死 我只問一個誰願意去死 第三個心態 最後講到一些心態就是 大家 你說我壞也好 是一些 簡直是想用一張選票去搞革命 我表達了搞革命 太便宜了 便宜地去享受搞革命的感覺的浪漫 但是黃毓民就提供這些東西給你 他說你將會有大量的政治犯 但不包括自己的兒子 是呀 就頂你個肺 你完全傳黃毓民講的東西你們聽不到不負責任的嗎 他的兒子在美國高床軟枕 這麼光榮為什麼他不叫自己的兒子啊 三個兒子全部回家去搞的 革命父子兵的 為什麼呢 但是大家也是 心態也是 我見本感覺就是轉角頭像 我投票頭六號 我當你真是 都是投票 大家其實你心裏面最底線知道 其實搞革命呢 你叫我下手下腳搞我 不是這樣的 不過我不支持搞革命 我是不是很慘 我是時代尖捐最激進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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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不需要去為了要拿一個最激進的虛名 去益人家土共的嘛 你益他做什麼呢 我想花小時間回應有些柴頭網友 他們就有一個邏輯 就說 喂 搜到錢又怎樣呢 搜到那些又怎樣呢 喂 如果是李嘉誠家搜到錢 難道他有問題嗎 你簡直比喻不良 我告訴你 他有一班英俊初出茅廬 搞政治的 還有他正在穿草躲起來 這些錢怎樣跟李嘉誠家那些呢 就算我告訴你 有一天如果黃毓民家 警方搜到530萬 我也覺得他有問題 不要說他的英俊搜到530萬 對不對 你什麼事等五百多萬家 我們在銀行做過 真的幾十萬現金 就是很可疑的了 入紅出很麻煩的 你說那些錢是你們匯給梁天琦 梁天琦捉出來給黃毓民應急 捉不到的 現金 銀行沒有那麼多現金給你的 你這樣搞 很多問題的 所以你根本那塊錢 就很多問題 是事實來的 最合理就是那塊錢 他直接收現金回來 我告訴你 簡單一點就是這樣 但是很值的 很值 很值 別人給你那些你不要管 抄也好 你永遠現金 就是銀行最敏感的東西 他自己永遠就只想來 為了拿十萬客戶 他這些冷知識 他是不會告訴你的搞眾 你們因為你 不要怪我得罪 你們不是很多時候 有幾十萬出出入入 可能你們少接觸是不知道 但是現在銀行持得很緊 很緊 很緊 01年911之後 很緊 要反恐怖分子 你現在入二十萬 明天拿回二十萬出來 都已經 他要通知警方 問長問短 不過這樣 我們 器材有些問題 不要緊要 要完都沒辦法 那等一下 看看會不會有下一節 好 拜拜